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北中华路这边 今天我们来特别看到 风暴地瓦雷这个剧院 那其实地瓦雷 让大家看到就是说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以前大部分都是拿来当装潢 或者是很潮的这个店里面 不管是夜店也好 或者是在客厅里面 很漂亮 地瓦雷很方便 它随便放随便好听 然后地瓦雷其实了解它的时候呢 是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 低频的系统 那它的超低音的话呢 是密闭式的超低音 而且它能够下潜的评断到非常非常的深 在去年的ISE呢 风暴它在发表了ART之后呢 立刻就跟地瓦雷一起来做连展 那这个事情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 于是呢 我们就跟在台湾的地瓦雷的总代理 就是印象 一起来商量说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在ISE的场景 对我们来讲最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我们也能够真的去了解 为什么风暴它会想要找地瓦雷一起 然后另外当然也是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地瓦雷 像这样的扬声器 到底合不合适在家庭里面做 所谓的多声道的剧院呢 风暴在去年呢 推出了EVO这个产品 EVO跟一般传统的剧院前机不太一样 就是呢 我们一般传统的剧院前机 它就是 比如说HTMI的数换进来之后呢 透过数换处理 然后呢 在机器里面再转成类笔 再丢给后面的后级去接续起来 然后呢 从后级来推动喇叭 EVO的话 它是一个纯数位的剧院处理器 它在机器里面并没有 所谓的数换转换这件事情 它的类笔的转换呢 已经交到后面的专用的DA来做处理 好 可能譬如说 你如果说有这个多声道DAC 它就可以直接透过数据线 或者是AES EVO的接头 接到后面去 让你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呢 非常 譬如说有些 我们现在用家 它在使用的是 录音室专用的这个DAC来进行处理 说实在的 EVO这个机器并不便宜 那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目标课程 是比较高阶的这个用家 高阶用家 其实呢 他们在花了钱之后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花了这笔钱 我现在听了这个声音 我觉得不错 但是未来 我的声音是不是就只能够这样呢 其实 EVO就可以非常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呢 我把最好的解码 还有升学系统交给你 包含这个ART 就做在这个里面 你后方呢 这个DAC 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经营 你想要换什么样DAC 根据预算 根据你的喜好 你可以任意的去换 所以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所谓的音质的这个限制性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EVO 特别是 AOIP 的版本 那AOIP 的版本的话呢 它甚至可以去改变它的时钟 那像比如说我们一些用家 它现在在用的是 GPS 的时钟 或者是 别种的时钟 你就可以拿来做实验 你可以甚至用风暴本身的时钟 或是呢 DAC 的时钟 你就可以去玩时钟 那这件事情的话 在以前也是做不到的 在 EVO 里面呢 就可以做到 它在 AOIP 的版本就可以去进行时钟的更换 所以这个是 等于说在音质上来讲呢 它的 可以操作弹性就更大了 那其实 EVO 这个 AOIP 的版本呢 或者是 AS CPU 也好 那它在当初在思考的这个层面上是因为 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操作 类比端的这个接线 这个输出是在 前级的时候 那是不是表示说 我后面要接几个喇叭 接几个Chen 后面就要接几条线 比如说如果要接24声道 那后面就要24个声道的线 那所以那个线就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说大家 如果有机会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 EVO 后面的这个接线的话呢 你就会发觉只有一条数据线 接出去 好 非常的简洁 特别是 AOIP 它接进家里面所有人都有的这个 数据孔之后呢 后面再接上一个 L3 的这个 Switch 那透过 Switch 再来分辨 这一条数据线所送进来的讯号里面 哪些讯号要进去哪些的喇叭 哪些的 channel 这个都在我们的 L3 里面做管理 所以变成说整个剧院的设计 可以非常非常的简洁 它的接线可以在必要的地方 再出现就好了 甚至说我们讲说我们的 AOIP 的版本 它的接线其实就是数据线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对于我们在环境设计上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我们的这个 EVO 它的推出 新一代的剧院来说呢 可以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然后全新的玩法 EVO 的出现呢 为什么特别想要去跟低瓦雷 像这样子的 类似是设计师喜爱的品牌来做结合 其实说实在今天在使用低瓦雷的用家的话呢 它在家里的低瓦雷可能不止一颗 它如果喜欢低瓦雷 它可能 好 我们客厅做一个低瓦雷剧院 好 但是呢 我可能在书房也放一颗低瓦雷 我可能在厨房放一颗低瓦雷 这个卧室放一颗低瓦雷 或者甚至说 我可能用低瓦雷做了好几个剧院 其实风暴已经很厉害了 风暴可以 比如说24000 它可以做出三个8000的剧院给你 但是这三个8000的剧院 按照原本的 ISP 就是 Mark III 的做法 一般类比的这个做法 就必须要接出 总共要接出24条线 这个机器的后面的线都差满满的 但是现在如果说假设我透过AOIP 我只要一条数据线进来 已经接到Switch之后 透过Switch 以及Switch上面接上去的网路线 我来决定 这些数据线往哪里接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 EVO 后面接出去的线是非常的简洁 只要一条数据线就好 那后面呢 你要给什么喇叭 你要接多少东西出去 在Switch Imagine 来处理 而且是家里面很常看到的这个数据孔 所以它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在多系统的设置上非常的方便 好那所以说我们跟 地瓦尼合作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家居里面呢 我们透过AOIP EVO 的 AOIP 版 架设整个家里面 这个管理全部的 地瓦尼拉喇叭的话呢 是等于是优选 地瓦雷它本身的话呢 它是 它可以说是一个纯数位的喇叭 它跟一般的扬声器比较起来说 它把超低音 后级跟DA 全部做在一支喇叭里面 用AOIP 来跑的时候 我们接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 只要再接个电源线 它就可以发声了 当初为什么风暴在发表 AOIP 跟 ART 的时候会找到地瓦雷呢? 因为它每一支就是一个全音域喇叭 地瓦雷很特别哦 它里面可以设定成一支 它可以设定成一个地瓦雷就有两支喇叭 它可以设定成一个地瓦雷里面 有一支主喇叭加上一支超低音 之前媒体来这边的参观的话呢 我们的设定是7.0.4 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圈的地瓦雷里面呢 它是每一支都是大喇叭 但是像今天我们来听的时候呢 就是7.7.4 我们并没有改变喇叭 但是呢 我们把下面这一圈 做成一支主喇叭加上一支超低音 所以它的可玩性变很高 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呢 它的听感会有差异 这也是很有趣 我们可以去玩味的 就是用7.0.4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喜欢它从 中频到低频这地方非常的饱满 但是呢今天的7.7.4来讲的话呢 中高频的部分就更突出 然后中频的地方稍微细一点 其实听感上来讲是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不同的调配 好不同的玩法 其实地瓦雷本身的设计是非常高科技的 它跟一般传统的两声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走法 当初量色地瓦雷的这个曲线的时候 如果说假设我们并没有去 去做下任何的EQ 我会发觉地瓦雷的曲线量起来像这样子 原声曲线是这样 它在后面的低频部分 已经是提高大概是10dB左右 所以说其实地瓦雷 它本身在调声的时候 已经非常强调 在自己在低频上的表现 所以说其实很多夜店很喜欢用地瓦雷 因为听起来 不只是看起来好看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爽快 在低频的部分表现是非常非常的特殊 其实很适合拿来执行ART 其实ART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会非常非常希望说 尽量是大喇叭来做执行 因为这个听起来的话呢 效果会比小喇叭更好 因为你能够用来执行ART的这个 频段就越大 像地瓦雷的下面这一圈 就拥有这样的条件 它可以每一支都做20到150的ART的这个支援 我们听完那个单大的介绍之后 我们很期待 等一下可以试听看看地瓦雷的音乐性 多声道音乐 以及剧院的表现 其实地瓦雷在台湾已经上市很久了 相信很多的玩家呢 也对于这个地瓦雷呢 像你可能已经是地瓦雷的用家 那你应该会很好奇地瓦雷 他做成多声道剧院是什么样的表现 跟有一些玩家 像我之前也是一样 对于地瓦雷的声音是很不熟悉的 好很想听听看地瓦雷是什么样的声音 欢迎来到印象呢 来听听看地瓦雷风暴这样的声音 风暴的玩家 或者是你对于剧院要架构的玩家的话呢 其实说真的 你带你太太来看 外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 你使用地瓦雷来做剧院的话 基本上剧院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就接一条数据线 然后就给风暴了 你不需要后集 你也没有看到超级音 这个客厅可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可以一起来看 一起来欣赏地瓦雷风暴的声音 我是汉语国际的Daniel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为大家来介绍 地瓦雷风暴剧院